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下午好 对 已经三点钟了 我们三点钟准时开始上课了 今天咱们的视听课是听咱们的 讲咱们的VIP课程当中的一节 也就是在咱们前面的一个花会 花会当中有一个花的一个课程 那这个花呢可能在VIP当中 可能不是画的紫藤花 可能是其他的花 因为我们教学的话 是以按照内容去匹配要画什么 比如说这一节课 我主要解决大家控水 或者这一节课主要解决控墨 这节课呢主要解决运笔等等 通过要解决的问题 而去匹配不同的画 我们要画的内容 比如说紫藤花呀 或者是画一些水果类的 葡萄呀 或者是画一些荷花呀等等 因为咱们每一期的内容是 每如果是学一期的话 它是可以学三期的 所以呢也是尽量保证 我们三期的内容呢 都会有一点点不同 会有一些不同 这样大家呢学起来 看起来就不会觉得 都是重复的内容了 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课程当中的 一些安排 所以每一期课呢 我们都会有去把这些不同 和变化安排进去 让大家的兴趣呢 更高一些 这一节课呢 今天呢咱们的画紫藤花 我们看一下 今天要画的呢 是这一幅 还会在下面 加两只小鸡 等会儿画完花之后 这一幅呢 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画法 然后呢 为什么加小鸡呢 就是有些同学 如果是画完这个紫藤花之后 还想再 就是难度再提高一点点 也是可以有的 但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幅呢 也可以当成一幅完整的作品 大家之前都有学过国画 或者画过国画吗 有的话可以敲一个一 没有的话可以敲一个二 因为我不知道 大家现在到底有没有画过 所以呢 我打算把这一节课呢 分成两段 第一段呢 就是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这个紫藤花 画完 这个呢 就是适合零基础入门的同学 来尝试来画 然后如果是之前 有跟着像网上的一些视频呀 或者是一些教程画过 就是自己熟悉过这样的工具材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会在下面再加两只小鸡 那这样的话呢 也是给大家 这一部分同学呢 可以进一步的学习 那当然 大家如果是零基础 没有学习过的话 也可以尝试着画一画小鸡 大部分同学都是没有接触过 我们的学院呢 大部分也是以零基础为主 其实自我感觉的话 就是以我的这种感受 教学 因为我教了很多期了 以我的这种感受的话 没有学习过的同学 是零基础的同学 反而更好学一些 就是在咱们的这个课程当中 为什么呢 这个就跟像是去驾校学习 学开车一样 可能有一些人在开始学驾照的时候呢 可能他就有了一点点自己的这种基础啊 或者是习惯 那可能反而不太好 或者是要把这个不好的习惯改过来 再重新开始学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国画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是零基础 就是零基础 真正的小白 那我什么都不了解 那这个时候反而更好学习 因为你一上来学的 就是比较系统专业的课程 专业的知识 因为网上有很多知识点 它都是零散零碎的 我们学习的时机卡的不好 就是进入学习 我们零基础就要学零基础 该学的一些该练的一些东西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练好 没有学好的话 就很容易养成一些坏的习惯 到时候如果真的要学习的话 还反而要把坏的习惯改正 再来从零基础开始 再来去学习 所以反而会难度更大一些 所以看到大家都是零基础的话 我会开心一些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教出来的东西 大家能更好的吸收 不用去掰大家的坏习惯 或者是不用去掰大家的习惯 当然如果你之前有接触过 或者是有练习过 是正确的一些方式 那也没问题 也是对的 就怕大家接触到的是一些错误的内容 或者是一些错误的方式 那这个就要花费很大的心思 先去改正了 无套没关系的 如果你练过自算 练过自算 有一些对毛笔的认识 毛笔的认知 这个可以 这个没问题的 无套也没关系的 如果你之前学的是 应该如果说是比较传统的这种国画 比较系统的国画 比较正确的这种知识的话 还是没问题 到时候系统的学习 把它串起来 把这些知识串联起来 就没问题 所以有一点点技术 之前有学过的话 千万不要以那些知识为主 先把它统统忘记 到时候咱们系统的话 再从零开始 这样是最好的 因为最怕掰坏习惯 掰坏习惯呢 如果还不改 那是最可怕的 就很难去 再去更进一步了 所以我们学之前 先去舍弃 舍弃之前的 没关系 因为毕竟如果不是系统的学习 毕竟还是有很多东西 它是不一样的 虽然说咱们今天呢 是一个VIP的试听课 但是呢 我还是会 在前面呢 还是要讲一个材料的问题 还是会稍微介绍一下 当然这些问题呢 我在后面的 像如果是VIP的话 我就不会再重复讲了 这几个为什么要讲呢 因为这些知识点 有一个知识点特别的重要 就是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画面 而且影响得非常的明显 这个呢 我待会讲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会感受得到 好 接着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学习 中国话呢 在内容和艺术的创作上呢 是体现了人对自然社会 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 宗教 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知 它是一个综合的门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咱们古时候 这种娱乐的方式比较少 所以呢 在国画当中啊 在画画当中 它其实包含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内容 甚至它的一些报复啊 它的一些情绪啊 它的各方面都融会在绘画当中 它以绘画来表现各种各样的语言 各种各样的状况 各种各样的情绪 等等等等 所以绘画的话 在咱们中国的这种文化当中 是占据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我们在聊国画的时候 或者是聊这个作者的时候 聊画家的时候 都离不开它的时代背景 离不开它整个的宏观的一个背景 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国画的历程 像从唐朝开始 唐那时期的话呢 它就复地堂皇一些 霸气 然后金碧辉煌 慢慢慢慢的 然后变到明清 明清这种呢 就是讲究血液画的多一些 慢慢就变成血液了 讲究个人的这种情感 个人的这种情绪 情感融入的多一些 所以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慢慢的去演变的 那这里呢 我们在国画当中呢 分为血液和公比 血液呢 主要是强调内在的实质表现 就是把内在的精神 通过这个画表现出来 比如说一些审美情趣 或者是一些小的趣味 自己一些 也就是说 自己觉得比较开心 或者是比较欢乐的一些点 或者是自己觉得 有趣的一些点 我通过画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所以是非常反映 作者内心的一些情感 公比画呢 就是非常的严谨 就像一个写实和血液一样 公比画就是照着这个物体 怎么样把它画的像 然后怎么样把它表现的漂亮 表现的精致 这个呢 就是咱们画 国画当中分为的两个大类 血液和公比 咱们在前期的国画呢 我们先只介绍到这儿 具体的 其实还有很多 那个要讲一节课 就是前期我们 关于国画的这个历程呢 时代的发展 到时候会有一节课 来详细的讲这个 让大家深入的了解 整个的国画的体系 也是帮助后面的学习 接下来呢 我要讲的 就是详细的要讲一下笔 为什么要讲一下笔呢 因为笔的作用反馈的特别明显 笔和指都是两个特别重要的点 至于关乎于墨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那这内心呢 可能就它的关联性 可能就稍微小一些 当然它也是有影响的 但是呢 它是影响到后期 比如说你要更追求另外一种质量 或者是一些细节上的提升 那笔和指呢 这就是两个非常明显的一种提升 笔的话呢 我们一般通常说 尖毫、硬毫和软毫 这三类 这是通过硬度来区分 就是通过它笔头上的 那个毛的硬度 这是我们课程上会有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PPT 每一节课都会有 把各类知识详细的这样的拆解开 这样的拆解开的话 也会发到群里这样的PPT的内容 为什么这样拆解开呢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知识点 讲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在看 讲结合着看 我们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如果我纯讲 不做PPT 我纯讲的话 那可能大家就听一听就忘了 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不是每一位同学都喜欢做笔记 所以呢 我把大家 我把我上课的内容呢 给大家把笔记做出来了 也就是咱们的这个PPT的内容 所以就会 我们把后期的工作会做很多 像做一个PPT的话 一般做一节课的PPT的话 可能要准备三四天 包括收集素材 一些知识点的这种表达呀等等 所以这就是大家的笔记了 左边呢是一个 大家能看得到这个PPT吧 能看得到的同学 可以敲一个三 左边呢是一个笔的 这样的各个部位的一个详情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学习 我们经常会说 有时候说到一些专业的词汇 那说到专业的词汇 大家就应该懂 就是懂是哪里 就他会跟我们平常讲的一些东西 词会微微有一点不一样 像这些笔头啊 笔斗啊 笔管啊 笔顶啊等等 这边呢还有一些细节 像这个PPT的话 大家可以在课堂结束之后 可以找咱们的老师去 助理找老师去要 也是像一个笔记一样 大家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笔记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一类 羊豪 羊豪笔呢 我们也称为软豪笔 那它呢是由山羊的毛制作而成的 它有什么特性呢 第一个是柔软 第二个是吸水性强 然后呢一般是白色 纯白色 纯白色 羊豪呢一般是以轻阳 黄阳之虚 或者是伟豪之臣 大概是在南宋以后才盛行 才被普遍的采用 普遍采用的是在清初之后 因为清初一代呢 讲究的是这种含蓄 圆润含蓄 不可漏才养己 所以这种羊豪呢 到慢慢的后面 才开始用的最多 这种大家一定要注意 看一下我标红的字 这个就是它主要用在的地方 适合于大面积的上色上目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 羊豪 记下来适合大面积的上色上目 因为它非常的软 蓄水性强 前面是它的 后面是它的这个适用的范围 前面是为什么适用这个范围 它的一些原因 因为它是吸水性强 因为它是柔软 所以适合大面积的去铺色 铺沫 接着我们看狼豪 狼豪笔呢 是黄鼠狼的尾巴 黄狼尾 用黄狼尾做成的 它一般是什么颜色 一般是这种黄色 或者是带一点这种褐色 这种黄褐色 它经常用在什么地方呢 它经常用在勾花瓣 以及叶片的经脉 或者是坚硬的物体 比如说鸟爪 树枝 山石等等 一般来说 用线条的时候 就用狼豪 对 狼豪呢 是比羊豪要硬 它的弹性呢 要更足 但是呢 它有一个 跟羊豪相比 它的耐用性 没有羊豪那么耐用 但是呢 它又比羊豪要贵一点点 所以呢 它是又贵 又没有羊豪那么耐用 但是呢 我们又不可缺少它 这点一定要注意 就是它是用在线条 或者是表现坚硬的质感的时候 我们就用狼豪 这些大家是要牢牢的记住的 因为我们每画一个东西 有时候就会经常有种情况 经常有同学会问我 说老师 为什么我这种枝干啊 或者是我这种线条 没有力度 没有力度的原因 有很多种 我们要一条一条解决 当中比 选择比 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如果是用羊豪去画的话 那它的线条和狼豪比起来 它的力度肯定要小很多 因为狼豪它本身硬度就硬 扎在纸上 或者是按在纸上 它就有一种利透纸背的感觉 如果我们在中锋运笔的同时 这就是一些 它的运用的场景和一些小技巧 接着我们看尖豪 尖豪的话呢 它就是把两种毛 羊豪融合在一起 具体呢 是分七子三羊 或者是五子五羊 也就是说它的成分比 有可能是七分是狼豪 三分是羊豪 或者是五分是狼豪 五分是羊豪 按照这些比例去分 所以它的弹性啊 它的这种吸水性啊 或者是软硬程度啊 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介于羊豪和狼豪之间 那这种笔适合干什么呢 那这种笔就比较百大了 它就既适合于勾线 也适合于染色 因为它是两者之间 它把两种毛参合在一起了 一般呢 我们像比如说写书法的话 一般是从尖豪开始入门 就是拿尖豪开始写 那如果这些 就是适用在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因为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啊 会用到不同的笔 今天刚刚我把画材 就是用到的画材 刚刚已经发到群里了 大家有看到没 我说要有三只 大概中等型号的白云笔 或者是羊豪笔 那三只如果有同学没有三只 怎么办呢 可以拿一只尖豪来替代 因为尖豪可以临时来替代羊豪笔 因为它也是可以染的 如果没有狼豪怎么办呢 用尖豪也可以临时替代一下 所以尖豪它也是可以说是 像是一个后补一样 它可以临时去替代这些笔的特征 这些有没有记住 有记住的同学可以敲一个1 第一个羊豪适合大面积上色 狼豪适合勾金勾线 然后尖豪呢 就是两者都可以 好的 就是记住这些就可以了 到时候再运用到实际的作画当中 还有毛笔的接着讲一下毛笔的保养 包括它开笔的一些过程 那这个的话呢 大家就看这个PPT 看看这个文字就可以了 因为开笔啊 这些保养啊 都是比较简单的 按照这个流程做就行 那紧接着呢 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正式的内容 今天作画的内容 今天咱们要画的是紫藤花 你看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效率就非常的高 在讲这些话材呀 因为结合着这些一起讲 大家就是能很快的把这些知识点去回顾啊 去巩固 去不停的复习 大家的有没有准备好画材 有准备好画材的话 可以敲一个二 我们就正式开始画了 先调一点紫色和鼠红 紫色和鼠红 来一点点 颜色这一节课的话呢 也会有专门的一节课 来跟大家讲颜色 比如说三原色 色彩当中三原色是什么 三件色是什么 就是这些颜色相加变成什么颜色 那大家现在呢 就只要记住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内容就可以 像紫色的话 是可以通过调出来的 那这里呢 我为什么不调直接用紫色呢 是因为平常我们在颜料当中 紫色都是调出来 都是用红加蓝去调出来的紫色 那导致呢 导致颜料盒里的这个紫色 还是一个新的 那其他的颜色都用完了 但是这个紫色就是一个新的 所以呢 今天呢 咱们就直接用这个紫色 然后在这个紫色当中 去偏一点点红 就行 也让咱们调色盘里的调色盒里的颜料 都用一用 没有紫是吧 没有紫的话 就可以用鼠红加花青 用鼠红加花青 用鼠红加花青 来调出紫色 接着我们再调一点白色 美紫色的同学 可以用鼠红加花青 也就是红色 加一点点蓝色 也变成了咱们的紫色 这个呢 到时候我们后面 专门有一节课 是讲这些怎么调颜色 这个也是一个 颜色相加的一个技巧 会有一个色环的介绍 它是有规律的 它不是说凭经验 它是有规律 有规律可循的 好 接着呢 我们调完紫色之后 调淡淡的紫色 再加一点点白 加一点点白 让整个的笔呢 占淡淡的紫色 现在整个笔上 都是占的淡淡的紫色 好 接着呢 我在笔尖 笔尖尖 蹭一点点 稍浓一点的紫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就是笔肚子 跟笔尖的颜色不一样 不一样呢 就会画出颜色 渐变的效果 就会画出颜色的变化来 这种变化 这种不一样 在国画当中 是经常出现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 基础的技巧 就是一笔下去 两种不同的颜色 或者是颜色不同的渐变 接着我们画紫色 调出来这种渐变颜色之后呢 我们画一个括弧一样 大家看一下 随着我的这个步骤 按一下 左边按一笔 右边按一笔 能不能感受得到颜色的这种渐变 笔尖去蹭的这个颜色 不是去蹭这个很浓的 是蹭稍微重一点的颜色 然后左边打一个括弧 右边打一个括弧 紫藤花呢 它一般是上面的花开放 然后下面的花呢 含苹带放 慢慢的越下越到下面呢 就是一个花骨朵 花苞的一个形式 它是从上面开始开的 对 百套这些都会教的 选笔选纸 然后用笔 怎么去保养 然后用色的基础入门 它是都是有规律 这些都会教 但是今天咱们 不可能教那么多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都是一节课 就是笔墨只验 这些花才是一节课 然后用色的基础 入门又是一节课 你想咱们今天 本来就只有一节课 就只能摘出 它们当中的一些点 比如说刚刚咱们的用笔 选笔 或者是笔的一些 用到的一些地方 讲究的一些细节 把笔稍微摘出来讲一点 包括控水的技巧 控水的技巧到时候也会讲 这里呢 我可以稍微的讲一下 比如说大家 像刘大祺同学说 控制不好水会 运染到一起 对吧 运染到一起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拿一张废纸出来 比如说我调好了颜料之后 拿一张废纸 把这个笔啊 按在这个废纸上 转一转 按一按 这样呢 就会把水分吸收掉一些 然后我们再画到纸上 为什么因为我这里 没有按呢 是因为我熟练一些 我知道这个水分刚刚够就行 因为大家可能 现在接触的时间 接触国画的时间还少 可能不知道这个水分够不够 或者是不知道这个颜料够不够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调完之后 先在这个废纸上按一按 吸收掉一些水分 就感觉它不阴了 不相互的运开了 那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画 好 越到下面 越到这个下面呢 它越平 而且呢 颜色越重 刚刚呢 是整个笔上 是淡淡的紫色 现在整个笔上呢 颜色也重一些 笔尖的颜色呢 也重一些 越到下面 颜色越浓 好 到这儿之后呢 慢慢的 稍微的平了一点 也是两半 刚刚上面呢 是竖着的 那到这个位置呢 慢慢的就平一点点 就躺平了 慢慢的越来越躺平的同时呢 颜色也是越来越深 颜色也是越来越重 而且呢 慢慢的越来越小 越往下走 越小 越来越多 整个它的形呢 像这种S型 稍微扭动一下 这样呢 就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 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呆滞 要注意 点的时候呢 又有大又小 又不能点成一样的 看我有时候 按的大一些 有时候呢 按的小一些 这样它同样 它会有一些空间感 就会有远近 这些空间感包含在里面 然后接着呢 笔尖再用这一块的颜色 因为上面开放的花 它是四半 四半的形式 我们刚刚只画了两半 然后用笔尖 这一块的颜色 然后在前面 上面这些花瓣 再画两笔 把它下面两半画出来 也是这种括号的形式 这样按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再调一点 刚刚的白色 调点白色 这个时候的白色呢 水分要多一点 水分要多一点 然后呢 再染在这个 刚刚两个花瓣之间 这样呢 让这个颜色深的花瓣 和颜色浅的花瓣 有一个过度 不要显得那么的突兀 让它们过度柔和一点 它本来这一块的颜色呢 也是比较白的 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支笔 像这一支笔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的用的这个笔 有什么特征 为什么要大家准备 那么多支笔 或者是三四支笔呢 因为冷色是一支笔 暖色是一支笔 这个冷色暖色呢 就是比较专业的 可能比较专业的术语 我们可能大家来讲的话 偏蓝色的 蓝色绿色的用一支笔 像偏红色偏黄色 这种类型的用一支笔 这样的话呢 两种颜色就不会混合 因为有时候用颜色的话 可能笔上的颜色 洗的不是太干净 它会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的话 颜色就不纯了 就不好看 就会有一些杂质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笔给分开 接下来我们调一些属红 然后用属红加一些白 调一个粉色出来 所以冷色和暖色 是用不同的笔画出来的 经常有同学会问 老师 你的颜色怎么这么漂亮呀 我的颜色画出来怎么好脏啊 有同学在后台私信到我们 大家都是从哪个平台 了解到我们的呀 是小红书还是B站 还是一些其他的平台 就是我们会经常收到平台 后面的一些留言 大家的一些反馈 就是一些问题 有同学说呢 这一些就是颜色特别的脏 我们为什么画出能干净的颜色 就是因为我们把笔分开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技巧 但是如果是不是上课的话 一般老师呢 会很少教到大家这样的技巧 或者是讲到这样的技巧 因为可能就那么几分钟的视频 或是短短的 很短的视频 所以不可能讲得这么细 当然也有很多老师 没有去讲这个 这个呢 就是把笔分开 这个呢 就专门用暖色的笔 这样颜色就非常干净 非常漂亮 我们再画另外 另外一朵 另外一串 这一串的话呢 稍微的跟它来一点不同 我们从这个旁边穿出来 这是一个构图上的一个变化 等会呢 我再跟大家稍微带一下构图 这个构图创作也是会有 理解课的精讲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让大家能够自己创作 它同样也是到末端呢 就慢慢的开始平一些 同样颜色呢 也深一点 有大有小 一定要稍微的随意一点 安排的时候 有小红书 有B站呀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如果有新作品的话 也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或者是点赞评论 然后可以多跟我们互动 一般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在评论里面 我们都看到了 就会回答的 就会解答大家的疑问 然后接着呢 用稍微浓一点点的红 用这个下面的这个红色 把上面这两个花瓣 还没画完 为什么现在画 就是要称湿化 为什么称湿化呢 称湿化的时候 它才会有一种融合感 所以这个时机也很重要 其实画画 如果是要画得好的话 它其实里面的细节 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水的水的分量 水分的多少 以及你什么时候画 几分干 有时候七八分干 有时候五六分干 你这个时机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 称湿这样去点出来 这样它就有一种融合感 好的 这样我们这个两串花 就画完了 一定要有颜色的渐变 颜色渐变呢 是单个花瓣 有颜色的渐变 而且整串花瓣呢 也是由淡变深 两种颜色渐变都要有 这样才会好看 大家看一下 不管是这个紫色 还是这个红色 是不是有种渐变的 这种美感 是不是觉得 就是颜色会非常的漂亮 视觉感觉呢 也会非常的柔和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一个细节 大家一定要 要去注意的 要去留意的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手 那这个控手呢 其实就是前面的这种 对水分啊 对这种运笔 对毛笔的一个熟悉的过程 一个掌控的过程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要稍微研一研磨 因为刚刚的磨呢 已经干了 现在这种天气啊 磨非常容易干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现在提一提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因为有时候 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呢 我可能就是画画和讲解 就关注的比较多 可能大家的弹幕啊 可能就没有看得 那么的及时 现在呢 大家可以 现在是正好是直播课嘛 咱们就一起交流交流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可以现在聊一聊 跟大家唠一唠嗑 看看红色的花是吧 好 红色这个花呢 它其实这边 是这样一个S线 它被这个风稍微一吹 这样吹过来的 只露出来了一点点 这样呢 就有藏有露 这样这个画面 它就有趣味 有韵味 而且有节奏 因为这边已经有整个的 一朵比较完善的了 所以这一朵 我们把它 藏一部分 露一部分 果冻成说 老师为什么 我跟着公开刻画了很久 感觉进不停了 到了一个瓶颈 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我相信大家 在咱们的助教老师那里 然后通过咱们助教老师 肯定是了解了咱们的课程 或者是了解了一些 咱们诱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一些这种服务 或者是一些 一些其他的方面 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跟着公开课画了很久 或者是 应该是这样说 有没有同学是在网上学 刚刚是有同学在网上看过 在网上学过 那是有一点基础的 这跟看公开课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网上的视频 那这些课程 就是跟着画久了 就是会有一种遇到瓶颈的感觉 就是无法突破 是不是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单独的某一节课 如果是不成系统的话 就是不是从零基础开始 教你怎么练的话 这种课它有一个什么缺陷呢 就像咱们今天这节课 这节课呢 其实它同样也是有一点缺陷的 比如说没有交到这个选笔 是吧 没有交到这个配色 没有交到这个运笔 就是没有这些打一个基础 就直接上手画的话 你是去照着临摹 等于是老师画一笔 你就去照着画一笔 所以这样的话 你顶多是知其然 但是呢 不知其所以然 就是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样画 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 他里面的这个东西 就是前期咱们基础 要打牢的东西 所以才会觉得 就是停止进步了 或者是说 离开了这个视频就画不了 现在虽然视频是非常多 各种各种门类 或者是各种花卉 各种各样的视频都有 但是那样就是只是照着画 大家就只是照着学 照着练 等于就是跟着画 跟着按一样 这肯定是会有瓶颈的 而且呢 学的也不系统 当中还会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错误的习惯吧 因为没人揪着你 你画的东西 没有人给你看 你也不知道给谁看 然后没有人揪着你 会养成一些比较 比较不好的坏习惯吧 这个时候要改的话 其实是挺难的 国动成绩 其实还是挺难的 如果 如果你要学习系统课的话 就是你自己花费的时间精力 包括我给你的这些值的 其实还是难度 要比零技术同学要大 因为你要先解决掉 你之前的一些问题 你遇到瓶颈的 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在 对 那样的话就只是临摹 那画出来会非常难受的 而且自己也没有学 继续学下去的动力了 就没有这个耐心了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要 其实要画一样东西 要保持这个耐心 其实还是挺难的 要通过各种方法 如果真的要学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看一看 系统的这种班级 或者是看一看 系成套的这种视频 千万再不要单独的去学习了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因为它会很磨灭你的耐心的 因为你画几幅 老是这样子 一直没有突破的话 你到后面 你就不会想画了 接着我们来 拿一支杨好笔 这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现在我们开始画叶子 等这个大概是 八九分干 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可以 不着急画叶子 等一下 等它大概是 八九分干的时候 我们再来一点藤黄 调一点点藤黄 再接着染到这个 白色这一块 也是花心处 其他地方也可以 稍微的点一点 带一带 不客气 不客气 应该的 我是有啥问题 我就讲 不是因为咱们是 专门教课程的 我就说建议你去系统学习 是有一些知识点 有一些东西是 确实是 是需要去系统的学习 当然你不管是不是在 优化学 都没问题 但是呢 我的建议是 可以系统去学一下 因为你是想学好 想画好嘛 不是说 就拿着这个笔 就刷一刷而已 接着我们来一点 淡墨来画它的叶子 画叶子的时候呢 也可以来一点点不同 整个笔上用淡墨 笔尖可以蹭一点点 其他的 好 叶子呢 叶子的时候注意 测封 什么是测封呢 测 这样笔竖直 跟画面垂直 然后这样运笔 笔尖 笔这个尖尖 也就是封 在笔画的中间 这个是中封 测封呢 就是把笔打平 和这个纸面 差不多平行 这样刮一下 这样扫一下 这种呢 就是测封 但这种是全测 也可以这样呢 45度呢 就是偏测 正直着 垂直画面呢 这就是中封 这个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 测一点点 这样稍微的 这样带一下 带一笔 这样带一笔 然后它这个叶子呢 就是一片一片的 左边一片 右边一片 左边一片 右边一片 然后连在这个枝上 这是这个紫藤的 这个叶子 那其实跟 它的这个花 花的这个排版布局 都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接着我们在这个花 这儿 也来一点点 这种叶子 为什么在花这儿呢 用来衬托花 接着在这儿 来一个 来一串叶子 我们可以用串 这个词来 来形容了 也是用来跟花有一个称称的 担拖的作用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换一支 狼好笔 或者是尖好笔 这个时候我们来画它的枝干 是不是这就是运用到了 今天学到的一些知识了 画枝干的时候 要用什么笔 或者是画线条的时候 是不是得用弹性足一点的 也是用弹幕 用弹性足一点的这样的笔 来现在就是中锋 中锋就是跟画面竖直 这样画出来的线条呢 就有力度一点 就非常的有力度 这个只是从这儿穿出来 有这样的枯笔 有这样的干湿浓淡在 画这种枝的时候 运笔一定要快 要不能犹豫 画完枝之后 我们把上面再来一点叶子 同样换回 羊豪 好的 我们看一看整个画面 离远了 这里可以来一点点 再来一些 再来一串红色的 这样画面就丰富一些 要不然这上面全部是墨 也是破一破整个的画面 接下来我们用藤黄加花青 藤黄加花青 看一看颜料里面有没有这两种 藤黄黄加花青 藤黄加花青调出来是什么颜色 大家试一试 对是的吧 感觉看上去简单一样 有没有这种感觉 大家有这种感觉的话可以敲一个一 感觉看上去 看我画的时候感觉也简单 可能自己一动手一动笔 感觉就不一样 就不是一回事是吧 因为少了当中很多的这种方法 比如说一些运笔的技巧 控水 然后一些布局 中锋 各种各种这种用笔 接着我们用藤黄加花青 然后可以藤黄稍微的多一点点 藤黄多一点点的就是偏黄一点的绿 这种黄绿色 来这种 我们画出它的这种质 画出这种镜的时候也要注意 中间要若隐若现 而且要注意的就是上面的粗一点点 上面这根金粗一点点 越往下越细 而且要若隐若现 不是每一根都画出来 因为有一些它被花遮挡住了 再从这些金上的再散发小质连接这些画 每一个画都连接一下 连接完这个之后呢 同样 把这个也连接一下 自己练习很难坚持 系统就害怕更难坚持 是吧 我们知道就是学习就最怕的就是半途而废 所以在这一块呢 我们幼化是下了很功夫 是下了很足的功夫 我们过一段时间 过两天 感觉你如果作业没跟上 就会有班主任老师来亲自的来给你打一个电话 问候一下 来督促一下大家 看看是不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时间忙 导致作业没有做 也是为了让大家把这个作业做起来 然后坚持下来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会有班主任 专门负责大家的这种作业的情况 学习的进度 学习的进度的回馈 反馈 还有呢 就是群里 大家相互的这一种督促 大家之间会相互的这种做约定啊 相互的鼓励啊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群里这种学习氛围 问候 是催作业 问候都有 关心大家 怎么能说催作业呢 是吧 是问候大家 关心大家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难点啊 是不是我讲的一些知识点 大家很难理解呀 是吧 我不理解 是不是很难理解 那我的这种表达 可以就是换一种表达方式 因为有一些 大家发现没有 有一些画得很好的人 他并不一定教的好 所以在教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也是一个反复的一个过程 教也是要有一些经验的 要针对零基础学院 因为有可能大师啊 或者是老师啊 他觉得一些问题不是问题 但大家呢 觉得又是问题 而且每一个人的问题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在教这一块 我们不断的是 得到大家的反馈 然后不断的去精进 同学之间的鼓励也非常重要 我觉得鼓励式的教育更重要一些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的兴趣爱好才会持久 大家的这种相互鼓励啊 好 接着呢 我们来一点点胭脂 只要坚持下来了就没问题 能坚持的 你想平常如果你不能坚持 在咱们这边 有同学相互监督 相互鼓励 有老师的鼓励和监督 然后自己呢 也会有成就感 它就是一个成就感 因为你如果是自己乱学 或者是学的这种内容不一样的话 很容易导致什么呢 导致你没有兴趣 没有成就感 因为你老是画不出来 只有由易到难 由零基础到难 你能一步一步看得到自己的进步 那这个时候你的这种兴趣就被激发了 你就能很好地保持你的这种兴趣爱好 这样你才会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这个东西 这个画画这个事情 才能坚持得更久 所以学习也是要讲究方法的 自学的难度还是很高的 而且容易走岔路 这个时候胭脂呢 是用来画这个 画这个 它的这个梗 画这个花托花鳄 这个地方 就是花和枝干交接的这个地方 点一笔 一般呢 是花包这点一下 它这样跟这个枝就连接上了 这是这个花托 花鳄 然后这种开放的话呢 这里可以稍微地点一下 因为它一般都被遮挡住了 所以它一般都是看不见的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稍微地点一下 也是丰富一下画面 但是下面的话 像这些的话 每一个都要点出来 因为我们能看得很清晰 这个是等干了之后再点 包括上面的这个小的 一边 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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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怕 不要怕坚持不下来 放心有我呢 我会一步一步 引导着大家 能坚持下去 每天都能跟大家交流 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作业指导 所以呢 我们是每天都可以交流的 并不是说消失一段时间 或者一段时间不见了 找不到老师 不会有这种情况 每天都能聊天 每天都能找我唠唠嗑 在这一块呢 也加一点叶子 用来衬托这一边的这个花 这个织 打一个小节转下来 这个时候呢 可以沾一点点 稍微浓一点的木 我们同样也要沿一下木 这种天气非常的干燥 一下子这个木就干了 有没有跟着画的同学 有跟着画的同学 可以敲一个一 大家画到哪里了 我平常上课的时候呢 我是不建议大家跟着画 第一遍大家就是听知识点 做笔记 详细的记下来 看一看我怎么画的 我的这个运笔 我的这个运笔的速度 然后大家如果要画的话 就是边画 边把我的视频可以放在旁边 开一个倍速 或者是放到旁边看 那这样的话就好一些 先第一遍先是熟悉 先是看一看 有哪些知识点记下来 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当然这些也是可以开倍速的 这样的话呢 等于是用一遍的时间 就能解决掉 先是 先是 先是看看哪一些知识点 该怎么画 然后呢 再接着就是跟着画 比跟着自己 比以前自己画的好很多 是吧 那太棒了 没有买颜料回来 是吧 不着急 可以买颜料了 是不是 是不是今天在群里 有说 抢到红包 抢到红包的同学 报名的话 会送一个颜料 是吧 对是会 可能画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快 因为咱们要完整的画完这一幅 因为这也是效率比较高 大家可以看回放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慢 主要是要把这个效率提高 我们的这种教学的效率 其实我可以放慢呀 但是那样的话就浪费了大家很多的时间 那可能大家看回放的时候 还会可能调个两倍速三倍速这样的 对后面还画两只小鸡 等会在下面再画两只小鸡 没想到是吧 那太可惜了 好 接着我们用稍微浓一点的墨 来点两点 点在这个枝干上 这个呢 是画它这种枝干上的这些疙瘩呀 或者是青苔呀 或者是这些小的这种点 这种点的话 点的时候也要注意 要三五成群 不是都一样大 有的三点 有的两点 有的五点等等 一定要错开 要错落有致 要错落一下 还要点呢 要点在什么位置呢 比如说你觉得这里画的不好 我可以点几点 遮瑕 遮掩一些瑕疵的地方 这也是这种点的这种作用 点的这个妙用 妙用之处 恭喜抢到了的同学 好像是有一位同学 抢到了 抢到了两次是吧 是要让一次给第二名 好 接着呢 我们可以用蓝毫笔 用淡一点的末来勾金 勾这个叶子的金 一讲到要勾金 要画线条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一定就是用蓝毫 这样线条才会有力度 中间这根金呢 稍微的粗一点 旁边的小金呢 可以稍微的细一点 勾金的时候放松一点 大胆一点 出去就出去了 一定要随意 但是随意当中也有讲究 讲究的是什么呢 由粗变细 就是这一根金 由粗变细 这是要讲究的 然后每一根金呢 都是由粗变细 就看似随意 它其实里面 还是有讲究的地方 浅一点的叶子呢 就用浅一点的末去勾 稍微深一点的叶子呢 就用浓一点的末勾 要不然会显得突兀 如果叶子的颜色 非常的浅 然后金的颜色 非常的深 那就会显得特别的突兀 太瞎了 不知道点哪里 不着急 不着急 零基础刚学 都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这种运笔啊 控水控墨都没有学呢 所以一定不要着急 学习就是不要着急 如果没有学会 我们的视频 如果没有学会 能不能一直学 我们的视频是可以一直看的 就是这一期的视频 你可以永久的看 而且呢 还是可以看三期 就是不但是你这一期可以看 你还可以看你上一期的 和你下一期的 你下一期的呢 可以跟着下一期的 一起看直播 在直播间一起学习 还能一起聊天 然后三期的视频 都是可以一直观看 一直学习的 对可以重修 你这一期没有学会 然后就可以免费 跟着下一期一起学习 你要觉得自己没有学会 我还想学 当然学会的同学 也可以跟着下一期 再学一期 这就是咱们的重修 不用担心学不会 我们都是手把手的叫 每一天作业指导 这个是非常的 就是我们的这种 开支啊 人力物力的开支啊 就在这 你要是 如果是你看一个视频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 我看一个视频 我有问题找谁 也不一定能及时解决 然后如果是一周指导一次的话 那我的问题累积的太多了 我都形成了我的错误习惯 和错误的肌肉记忆了 那这个时候你让我改肯定又难一些了 每一天一对一的指导的重要性就在这儿 你放心跟着这样 一节课一节课 只要你不落下 你肯定学的会 学不回咱们视频还可以一直看 还可以重修 像之前那么多期 那么多期也是有很多同学 在报名之前 也是会觉得 哎呀 老师我能不能学会啊 想不到学完之后 自己成大神了 有很多同学自己开班了 就是自己带一些小朋友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点点淡淡的绿色 可以把这个汁啊 再这样染一下 也是丰富一下这个画面 我们的课程的话 贵 我们应该是不是算贵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成本 在这儿 你想如果我单独的是录一个视频卖的话 那我肯定便宜啊 因为我既没有作业指导 也没有什么售后的服务 对吧 你像那种几百块钱的课 我就录一段视频 录几个视频 往网上一传几百块钱 录个十节二十个 或者是我 你像现在我们的这种十几节 十几节课的 我录个十几节二十节 往网上一传 收几百块钱 那很轻松呀 那比我们现在还轻松 但是那个交不会呀 我们要是那样做的话 就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那样主要是大家学不会 其实如果是那样的话 几百块钱的课程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为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更有利呢 因为我们更方便 我们只录个课程就不管了 我又不知道你 至于你自己看没看会学没学会 或者是怎么要修改啊 有问题啊 找谁啊 这个就是课程 就是视频的假 但是要那样做的话 你们学不会啊 那是害了你们 所以才要有作业指导呀 才要有每天的作业指导 而且还要及时 对那些课就跟我们的公开课差不多 我们公开课都是不收费的 你想一个人的工作量就这么大 从早如果看到完 是吧 一个人可能就看那么八九十个人的作业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请 专门请一个专业的作业指导老师来 给大家指导作业 是不是这个成本就在这 然后我们还会培训老师 还会做讲师的这种培训啊 因为老师的话 他来 我们招老师招进来 他不一定马上就能看作业 或者是马上就能上课 我得去先要给他进行一个培训 要怎么教 才能由浅入深 才能深入浅出 大家才好理解 这些都是方法 都是技巧 一定要去培训的 有一些可能只会话 不会讲 不会表达 所以要培训还是要培训很多内容的 这些就是成本 培训完了之后呢 他有可能能上 有可能又不能上 这就是隐形的一些这种 这种服务质量隐形的一种东西在里面 也就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培训 所以这些东西就在 一定我们要把控质量这一关 所以会招很多老师储备在这里 然后比如说我这期要开课了 我肯定要提前招老师 提前半年到一年 招作业指导老师要培训这么久 有半年到一年 上课的老师可能要根据情况 还要培训更久 好接着呢 像如果是零基础入门的话 就画到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提款 就可以提字 前印 这个呢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呢还可以继续画 等会儿我再画两个两只小鸡 感兴趣同学可以接着画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一个穷款就行了 提一个名字就行 大家有没有练过书法 练过毛笔子 最后会不会给每一位同学送一幅 这个临摩的话 临摩的话 我建议大家 如果是要临摩的话 不要临摩近代人的作品 一定要临摩古人的作品 不要临摩当代人 也不要临摩我的 可以参考我的 但不要临摩 一定要施法古人 然后施法自然 在自然界当中多去观察 然后像肖肖说的 每一个同学送一幅我的摩宝 这是送不起的 因为要 因为我如果是要送出去 或者是做作品的话 肯定是得原创 首先是得原创 你如果临摩别人的 那你还不如就直接打印出来 或者是让大家去搜那个人的 对吧 要原创一幅作品的话 就会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可能创作一幅要练很久 要练很久的同时 要画很多符 然后还要考虑各种构图 各种章法 这种东西都要考虑很久 而且要跟别人又不一样 所以创作它是一个 很好时间 很好精力的 报名之后 报名之后 我们是会有很多的这种福利 大家这些呢 可以去找咱们的老师 可以去咨询 有非常多的福利 你看今天咱们群里 就有一个抽红包呀 就有一个领红包 可以送花菜呀 是吧 福利呢 就在刚刚 前不久刚发生的呀 是不是 奖励的话 咱们每一年 还有一个画展 幼化的画展 在那个画展当中呢 有现金奖 有其他各种奖都有 有些同学 在咱们幼化学习的话 就是学费啊 这些都赚回来了 各种各样的画展 然后呢 还有一个实例奖 也就是说咱们的 学完这期之后呢 会有一个排名 然后根据大家 这种完成作业的情况 然后最后的作品图的情况 给大家有一个排分 那这个分呢 前面几名呢 会也有一些奖励 有各种不同的奖励 等等 然后大家成为咱们的 VIP之后呢 有一些画材 也会有折扣 这些是 奖励是非常多的 咱们各类平台账号 也会有奖励的 好 如果是咱们 凝聚的学员 或者是说 想画到这种程度 就可以了 没问题 就画到这 这幅画呢 也是一幅完整的画 也是一幅完整的作品 接着呢 如果想要继续深入的话 下面可以再画两只小鸡 或者是画一些蝴蝶 画一些昆虫 这些也会有的 咱们有一节 有一些课 专门就教 怎么画这些草虫 画蝴蝶啊 蜜蜂啊 螳螂啊 这一些 也是增加画面的趣味性 这里呢 有一个构图方面 可以稍微的带一下 整个构图呢 是呈现这种 S型的构图 像构图的话 我们在国画当中呢 讲的是张法 我们不讲构图 叫张法 张法呢 也是有讲究的 第一个呢 是S型 还有呢 是C型等等 就是千万不要 排列的很整齐 你看这边 这边稍微录一点 藏一点 是吧 录一点藏一点 这也是画面的趣味性 也是画面的一种张法 然后画面呢 还是有疏有密 像这一块 是比较密集的 对不对 这块又空了很多 留白的地方 这块呢 又比较密集 但是这个密集 跟这个密集相比呢 又不一样 上面这个密集呢 更密一些 右下方这个密集呢 就稍微的没有那么密 中间呢 就是一个很空的地方 这边呢 就是一个最空的地方 有这种疏密 这种节奏感在 这也是咱们在构图当中 经常讲到的 这里呢 跟大家在构图的话 再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能看到这个PPT了吧 我们又回到这个PPT当中来 果冻成具体有什么 像这样的奖励啊 或者是优惠的话 可以去咨询一下 咱们的助理老师 这个课堂上 咱们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知识点 一直在讲知识点 知识点比较多 好大家看一下 整幅的构图 这一幅呢 是葡萄和小鸡 这一幅的话 也是有一个路波的回放 大家想要这个回放的话 也是可以找咱们的助理老师 去要这个葡萄和小鸡的地址 我们看一下这个构图 跟刚刚今天我们画的这个构图呢 它是有相似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 它是整个的这个布局上来说 它是乘一个S型的 它整个的这个画面是一个动态的 大家看一下中间这一根红线 顺着我的这个鼠标 能看得到中间这根红线吧 我的鼠标能看得到吗 红线能看得到敲一个E 鼠标能看得到的话敲一个R 都能看得到敲一个R 因为我会讲到某一些地方 会用鼠标去做标识 我担心在这个微信当中 可能大家看不到 都能看得到是吧 中间122 好的 中间有一个这样的橙色的 这样的细的线条 那这根线条随着我们看一下 根据这个线条来 是不是一个S型 这是一个构图的 一个这样的张法的布局 所以在咱们的画面当中 一定要有这样的曲线 不管是S型也好 C型也好 一定不要排列的整整齐齐 那样的话画面就显得很呆版 就会非常的呆 一定要灵活 画面要有节奏感 就像音乐一样 画面要有节奏 这是第一个 是这种张法上面的 第二个我们再看书密 看我一下上面这个字 这个下面呢 前面这块呢是密 有没有感觉非常的密集 这个葡萄这块 包括叶子这块 非常的密集 这块就是密 中间这块呢 非常的空一些 这块就是书 然后再往右边走 这边有小鸡 有草地 这边又回复到了密 但是两种密呢 它也有区别 这就是一些细微的变化 有密 书 密 然后呢 还有波浪 还有波浪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细节 看一下葡萄这一块 单独看一下这一串紫色的葡萄 紫色的葡萄它们之间有没有遮挡关系 就是前面的葡萄挡住了后面的葡萄 后面的葡萄露出来的一点点 这就是一个遮挡 一个空间关系 随着这个黑色的镜头看一下 我们能感受到葡萄的这种纵深感 有的葡萄在前面 有的葡萄在后面 这是一个纵深感的空间 通过什么表达呢 通过遮挡 第一个是通过遮挡 第二个呢 是通过颜色的不同 像后面的颜色重一些 前面的颜色浅一些 通过颜色的不同 通过遮挡这一些 同时来促成这种空间 所以这是咱们这个章法 这个构图方面的 这样的观察的习惯 和这种布局的习惯 这是我们要创作 要注意到的点 我们要到时候创作的话 也是会有详细的跟大家讲 创作当中要注意 哪一些地方 哪一些内容 其实这一幅画呢 到这也可以算是说完成了 就到这就没关系 也是一幅完整的作品 把后面这一节可以裁掉 然后呢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添加一些蝴蝶 添加一些蜜蜂 这些都可以 我们接下来在下面 再加两只小鸡 这里呢 再盐一点墨 其实画法呢 都是差不多的 你看小鸡跟小鸟 它其实画法都差不多 都是像两个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两个这样的蛋 身体呢 像一个鸡蛋 头部呢 像一个安全蛋 它们的区别就在哪里呢 就在尾巴 尾巴的长短 然后呢 嘴巴 嘴巴的形状 以及身上的这羽毛的变化 它们的形体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 要抓住这些主要的知识点 它们核心内在的知识 有了这些知识之后 或者理解了这些之后 等于就是换一个外壳嘛 换小鸡啊 换小鸟啊 这些 就像我们今天画的这个花一样 你看我把这个紫藤花 换成葡萄 同样也是 一样的道理 有一定的遮挡 然后 包括只是运笔有一点不同 它们这种结构布局 也是有相似之处 所以给大家教这些呢 才是给大家教这种能创作的这些技能 或者是能创作的这些知识 而不是说我画一笔 大家跟着画一笔 那样就永远脱离不了老师 永远脱离不了视频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能自己能创作 然后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喜欢什么 我就画什么 但我喜欢的东西呢 可能网上画的人很少 或是没有人画 那这个时候就要自己去创作了 关于这种 比如说这种墨条的选择 然后宴台的选择 也是其中也是有一些 就是门道在 前几天看了一个化财展 也是有非常多的化财 里面非常多的 应该说是有很多的坑吧 如果是小白的话 确实容易走坑 踩坑 我觉得有一个卖纸的人 然后我问他 我说那个纸 我试了一个 有一些几百块钱一刀的 试了一点点 其实那个纸好一些 然后他后面推荐一个更贵的 就那个更贵的纸反而不好 但是他还在推荐那个更贵的 可能以为 可能以为不是内行 课程报名有没有优惠 有没有优惠 要看大家想不想报名 咱们今天开的是一节试听课 等于像是私房课一样 就咱们十来个人 大家有没有想报名的同学 有想报名的同学 可以 咱们来一个优惠 刚刚唐达老师来这边进来 说是如果大家报名 有想报名的同学 如果是多的话 我们可以在咱们直播间 可以来一点优惠 仅限在今天 在九点之前 因为为什么 因为九点之后 咱们就已经下班了 九点之前吧 因为知道今天大家来听这个课呢 肯定是了解过我们 今天主要是来试听一下 保持兴趣 保持下去呢 也是看 这个老师对不对你的胃口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课 你能不能学得到一些东西 当然是真的呀 有想报名的同学 可以敲一个三 我看一看有多少人 然后根据大家的人数 我们可以定一个 多少张优惠券 但仅限咱们今天 仅限咱们这个群里 接着我们用稍微浓一点的墨汁 我们可以调一调 刘大七 国栋 穆尔兹 这么多同学吗 肖肖肖虎 与 流 可以 没问题 那我们就 来一些优惠券 我们一般是没有优惠的 大家应该关注我们比较长时间的话 就能了解到 我们很少做活动 可能一年就那么一次两次吧 一次吧 可能大家要等很久 基本上是不做活动的 基本上没有优惠的 还有人生何求 这样吧 我们一般首发是优惠 是优惠200 那咱们课堂呢 既然是课堂的话 或者是这个直播的话 咱们来个大一点的 来个300的 比这个首发更优惠 但是这个优惠券呢 是有限制的 是有几张的 这不可能是每一个人 大家都满足大家的 因为我们本来最低最低的优惠 就是首发的优惠 首发呢 就是最低是 最多呢 是优惠200 所以大家见谅 见谅 那这一次咱们在直播间呢 优惠力度就大一点 大一点的话呢 但是咱们就把这个额度 把这个数额限制一下 就大家等会在群里抢一抢 好不好 定个时间抢 然后呢 也是现今天用完 九点 晚上九点之前吧 接着我们用浓墨来点出 这个小鸡的头 浓一点的墨 这个呢 是翅膀 大家可以私聊一下咱们的客服老师 或者是助理老师 如果有想要优惠的同学 来看一下 好 这里我们就不谈这个了 优惠是肯定有的 咱们找助理老师就行 好不好 那我们接着讲下面的知识点 这个我们正式又回到学习 那就敲一个E 准备好了 好 我们用浓一点的木呢 这三笔是什么呢 这一笔是头 这两笔呢 是翅膀 翅膀的时候要注意 一般是靠近我们的这个翅膀呢 稍微大一点 远离我们这个翅膀稍微的小一点 而且它们呢 可以稍微的靠拢一点点 好 两个小鸡呢 它们的这种大小啊 位置啊 也可以来一点点变化 不要多画成一样的 那比如说这只画的小一点 那这只我们就画大一点点 我们画的这种小鸡呢 尽量是都让它往上看 因为这个紫藤花在上面 所以往上看呢 会更加的符合这个画面一些 看一下 这边靠近的翅膀 靠近我们的翅膀 大一点点 远离我们的翅膀呢 小一点点 好 然后把笔洗一洗 接下来呢 用蛋抹 用非常蛋的抹 好 整个鸡的身体呢 是一个蛋 是一个鸡蛋的形状 那这个时候 我们心里就要有一个这样的圈 身体从这过来到这 然后这边呢 从这一笔过来到这 这个尾巴这稍微给它带两笔 把这个尾部带出来 这一块来一个腿的位置 好 这边也是一个蛋 它要从这个脖子这穿过来 头部这 一笔圆润一点 后面 再一笔 中间稍微带两 翘两根 翘两根 这种尾巴的感觉 好 这边再来一笔 这边再留一点点 留一点点尖尖 这个尖尖呢 是等会用来画腿 画脚的 接下来我们来一点珠砂 或者是珠标 都行 再拿一支最小的笔 最小的这种小凯笔啊 勾线笔啊 这种拿好的都可以 看大家有没有小笔 画骨矿的小笔 大笔都要有 好 沾一点珠标色 接着画它的嘴巴 画嘴巴的时候要注意 它一般是成一个三角形 从它的嘴巴尖尖 然后可以分成 两笔去画 接下来这个小凯笔 也是一样的 画这种细节的时候 要慢一点 一定要注意节奏感 节奏感非常重要 包括画画的这种 韵笔的速度的节奏感 我们离近一点点 这种家禽也是在课程当中也会有的 这种呢就是要会一通百通 我们会教这种分析它这种方式方法 至于像画小鸟啊 画其他的 但等于就是把这个翅膀换一换 把这个颜色换一换 所以教的内容也会跟公开课有一些区别 公开课或者咱们今天这些试听课 就是我教这个 我画这个我就教这个 在系统上它不能这样教 你这样教的话 那就大家就只能跟着我画 就不能脱离老师 所以一定是要教原始的这种方式去分析它 接着画一下鸡的腿 鸡的腿画的时候要注意 两端 重 顿笔 然后带 再顿笔 这是它的爪子 这是它的腿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爪子画出来 也是顿笔 把它的指甲带一带 这些有趣味性的 这一块呢 也是同样 两端重 两端重 中间轻一点点 这个爪子也是有长短的区分 中间的最长 然后旁边的稍微短一点点 今天这个鸡的造型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选择了两种简单的 大家看一下 身体的角度和腿 这种角度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这是它的头方向 位置变了 再难一点呢 就是身体也不同 然后姿态也不同 有一些是独立 经济独立 有一些呢 是奔跑的状态 对 非常正确 就是画这个小鸡脑子里 先要有一个蛋的形状 对 身体呢 就像一个鸡蛋 头呢 就像一个安全蛋 就是两个圆 这个到时候会分析给大家的 大家也可以在账号里面找一找 之前有过一个小鸡的一个浅浅的一个分析 咱们在课堂当中也会具体的去分析 把身体想成一个大的椭圆 头呢 想成一个小的椭圆 然后嘴巴画一个线 然后把腿稍微表示一下 然后它们各种姿态啊 各种造型啊 去理解 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学会了画小鸡 它各种状态你都能画出来 不仅仅是这两个状态 好 接着用浓墨点一下它的眼睛 把眼睛点出来 画完这些之后呢 是不是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单调 是吧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还把地可以稍微画一画 接着呢 用一点点折石 折石可以加一点点弹幕 现在的这个调色盘里的水啊 就已经是比较的黑了 那直接就调一点淡折石 然后接着呢 在这个地上压一压 压的时候也要注意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边三笔 这边两笔 有这种三五成群 也是像点这种点胎啊 点一些植物上的这种点一样 也是要有大有小 三五成群 有长有短 一定是不能点成一样的 点成一样的 就会显得非常的呆板 不好看 你像这样的布局 就感觉非常自然 而且呢 有疏密 你看这一边可以密一点 这一块又疏一点 这一边呢 又密一点 好 画到这之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等 等什么 等这个刚刚点的这些地方 等它大概稍微干一点点之后 我们可以用一点 用一点点淡绿 用一只小笔 来把它的草稍微勾一勾 或者是不用等也行 直接就在这 现在开始画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 就跟这个下面的水分 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如果太干了的话 就会显得很突兀 包括这种草 也是要有疏密 也是要有大小的这种区分 也不是每个地方都画 也是稍微来一点节奏感 好 那小机就添加完了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看一看整幅的这种作品 这幅作品到时候 我让老师拍个照 到时候发到群里 大家也可以参考的 这一幅去画 你看小机 它有不同的这种姿态 然后他们这种头部的朝向 也是看着这个花的 或者是这边画一些蝴蝶 画一些蜜蜂 它是让画面有一种互动 包括这只小机 感觉像是回头再去呼应它一样 右边这只小机 叫了左边这只小机一声 左边这只小机就说 谁在叫我 然后这个小机就说 你看上面 看这个花 多漂亮呀 是吧 他们就会有一种这样的对话 就感觉这种形式在里面 趣味在里面 互动在里面 这种节奏感 这种生动感 画面就有生气一些 教材的话 我们每一集课都会有PPT PPT就是我们的教材 到时候PPT的话 会发到群里的 那个呢 就是图文版的教材 然后呢 视频呢 就是视频的回放永久的观看的 就是视频版的教程 视频和图文的教程都有 给个建议买啥书之类的 这个到时候 我后期会给大家建议 像每一期的话 我在前期不会让大家去购买哪一些书 为什么 因为前期的话 一定要跟着我们的课程 跟着PPT里面的内容 先练习 等到课程快结束之后 课程学完一半以后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建议大家去买哪一些书籍 把我经常用到的 或者是把我觉得好的一些书籍 分享给大家 那个时候才会分享 前期不要 大家不要 就是说不要全部去依赖 一下子分享给大家 这样大家会容易走一些歪路 因为书上呢 它可能是有一个图像的 就是图片的步骤 这样的话 很多东西要靠你去联想 要靠你去脑子里去想法 去把它串联起来 有些可能你想的对 有些可能你想的又不对 所以最前期最灵致入门 反而它不太好 在说学到一半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建议的 会推荐大家一些书籍参考 你看今天在群里 像咱们时期的话 我已经推荐了书籍 然后有同学都已经买全了 还有很多同学买了自己喜欢的一些书籍 这是咱们的这个时期的群 是9月17号 那推荐几个版本的那几本书 我推荐的几本书 我说先买我推荐的几本书 其他的书根据自己的喜好买就行 有同学都买了就挺好的 就是买了我推荐的那些书 有些同学可能就是买了我的书之外 还下单了其他的书 对书籍先不着急 这边这个同学是要的是 介子园的这个版本 我推荐的一些出版社 这个是前两天的 因为前两天 前一阵子刚给他们推荐了一次书籍 这些呢就是我推荐的书 这是同学们的一些截图 你看大家都会在群里聊各种 然后交流各种鼓励啊 然后就是会让大家一起进步 让大家这个兴趣还好持续下去 然后还有我们群里的同学 给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 八七的同学 有同学呢已经是成了老师了 也是在做培训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他们的话 这位同学看这位同学 他是辞去了之前的工作 因为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就自己就现在已经开始在机构上班了 就在教小朋友了 已经开始当老师了 有很多同学都是这样 然后包括一些书法的同学早就已经开始在开班了 带学生了 这是这位同学的话 看一下学完之后的效果 这是这位同学的这个山水 山水呢是属于一个进阶班了 你现在这一期呢已经把它区分开了 飘不飘 大不大气 我就晃了一下 跟你一样整天出差是吧 对大家都会在群里聊这一些 每一期都有大概是两三位同学 每一期都有两三位 就是能自己 就是已经已经带学员了 已经带学生了 带小朋友了 有很多同学都画得很好 但是呢他有可能 有一些呢也不是自己专门去带小朋友 他有可能就是自己想画 这是这个他的这个作品 这个学员 这个学员就学了一期啊 当然他是山水班也学了 这个是山水班 他是从花鸟班 花鸟班是基础嘛 他是从花鸟班开始 他是从花鸟班 他是零基础 从花鸟班开始就在这儿学 哎好大家就觉得画得很好是吧 那我们就看看就看看这位同学的 我们先看一下看看他的整个的这种 绘画的过程 心路历程 是画心 跟大家一样 我们看一下他的相册 能看得到吗 大家能看得到的同学可以敲一个一 看看他是怎么一步一步 一期多长时间 他是两期都学了 他是基础跟高阶进阶都学了三个月 正是学习是三个月 作业指导呢 有半年 有半年的时间是学习时间的一倍 你看短短三个月 我们看一看他的作品 我们进一进 能看得到吗 能看得到的敲一个一 这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说是开始不作业 因为之前呢 是参加了抗议的一线 转移一下 注意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零技术 大家看一下这个运笔 看一下竹子 竹子都是搭拉下来的 就像就像那个柳条一样 没有精神 而且像这种背景啊 这种石头 他都是 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画 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画的 完全是零技术的 你看这种竹子 这是他前期没学的时候 自己在画的 慢慢的就是学了咱们的课程 对一看就就是零技术 好 就是从这种运笔啊 调风啊 兰花啊 兰叶啊 你看 这种整个学习的进程 你看这些蓝叶 也是没有力度 很乱 如果不能看到 大家及时提醒 我应该是能看到的 我现在是放的是全屏 好像 这是很零技术了 看一下这些用笔 用笔 有点杂乱 也是改了很多 也是改了很多 是零技术 大家看一下 前期 你看 用笔的这种示范 包括前面 全屏小 是吧 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 这样大家就看得全面一些 要不然我要不停的换 不停的换屏幕 好 慢慢的 大家看一下 进步 慢慢的 慢慢的 画着 画着 你看每一天 包括还会 你看 最值得时间还长 因为大家在画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不同的这种 心理上的这种 变化 情绪上的变化 所以呢 我经常感觉我自己 不单单是一个 教大家美术 还是一个 给大家做一个心理疏导 因为要怎么让大家持续的保持这个爱好 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评论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些心理疏导呀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颜色就非常漂亮 这是慢慢的进步的过程 就是刚刚大家觉得这个东西画的非常好的 看一看他的这个进步过程 好 再慢慢的 现在就开始 自己在练这种 画在这种 中秋 中秋的这个小人物也练一练 这是莫谷 这是石头 这是进阶的 上水吧 你像前期的石头也是 你看多乱呀 蹭的 慢慢的慢慢的 到到树 再到云 再反复的练花 每一天的指导 你看到这一幅 是不是感觉就 眼前一亮了 包括这个颜色也非常的清新 然后这个波纹 这个用线 这个用线也是需要有这种技法练习的 它这个线条每一根它的粗细 它的这种 简矩感 就是控手 控笔 控笔的这种能力 包括这种染色 非常的舒适 这一幅也非常的有意思 漂亮吧 这一幅 我也特别喜欢这一幅 好看的可以敲一个一 慢慢就画到上面上 这是不同的创作的形式 它还进行了一些创作 参加了一些展览 参加了一些比赛 也有很多同学参加展览 参加比赛得了奖 再到后面慢慢的 你看这种就是大制作了 这种大型的山水 它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我们教作业都会要画一个过程 为什么要把这个过程拍下来呢 因为大家在画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错误 总体会反馈到最后的 这一个成品 你如果不拍过程图给我 你只拍一个成品给我 那我就不知道 你哪一步出现了错误 因为当中有一步 可能有一些细微的错误 这样的话呢 每一个过程图都会知道 就是你这个步骤当中 如果有错误的话 慢慢的就这种 现在开始有一些重彩了 然后再到群里 他刚刚说的 给他的闺蜜画的这一幅 能看得到吧 就是这一幅很大幅的这种山水 你看这种云染的这种技法 包括山的这种村法 所以大家放心 你看画的这么好的大佬 竟然也是从灵机处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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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来的 大家放心 交给我 大家只要按照我们的课程画就行 按照我的这个课程 按照我们的这个排版 按照我们的作业指导 去画完全没问题的 就怕哪种同学 就怕不听话 我知道这个错误 我就是不画 就是不改 然后呢 我也不做作业 我也不画 那个我们就要打电话 打电话 催一催 问一问 一定得让大家画起来 坚持下来 也是反复的去说 反复的修改的 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作业 也是反复的点评的 也是反复的点评 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基础 然后接受能力 这些都是差不多 主要是看怎么引导大家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要因才施教 就是给每一个人的这种方法 都是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这才是我们耗费精力 耗费时间在的地方 我觉得没有笨的学生 只有不会引导 不会教的老师 没有一个好的引导 好了 那我们就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